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問題本身很清楚的 告訴你要找的是 dy dx 所以我後面定義的 y 都是 x 的函數 這個 y 事實上 y 這個變數是 x 隨著 x 來變的 這邊有一個同學不曉得為什麼 他寫的是 dy dt 然後後面當然他的東西也全部都是跟 t 改變的 這個東西大家就要非常注意 以目前的狀況可能還沒有看得出來 這麼大的影響性 可是當我們開始在討論 chain rule 就是接下來要討論的東西的時候 他可能問題就會很大 因為你可能有不止一個 variable 你現在要講得非常清楚的是 dy dt 它要表示的東西是什麼 y 這個變化 它其實是隨著 x 來變的 就像我們來討論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 y 是一個 x 的函數 ok y 的值是隨著 x 來變化的 所以 dy dt 我要考慮的是 y 相對於 x 的變化 瞬間變化率 你要討論的 t 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 t 跟 x 跟 y 的關係 在我所有的問題裡頭都沒有寫 那麼 如果 t 跟 x 是兩個 independent variable 的話 y 只是跟 x 變 dy dt 就應該是 0 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理解我講的東西嗎 如果 t 跟 x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變數 你在討論 dy dt 的時候 y 不會隨著 t 來改變 那麼 dy dt 就應該是 0 它不應該是 這邊這個同學寫的 它就把 x 的部分換成 t 你用 product rule 你就會得到 e to 的 t 加上 t 乘上 e to 的 t ok 所以我在這邊 要特別提醒同學一下 尤其是小考的時候 就是說 我在這邊要求大家寫考卷的時候 請大家務必要寫清楚 ok 能寫等式的地方 你才能寫等式 不能寫等式的地方 請你不要用等式來寫 比如說 像我昨天有看到同學們寫 昨天的這個小測驗卷 極限 我要求的是一個極限 可是大家在做的時候 事實上在做極限 可是它沒有寫極限 ok 比如說昨天有一個問題 是 x 三次方減1 除上 x 減1 我要考慮的是這個極限 有一個同學就這樣寫 這個是錯的 這個是錯的 這個 函數 這個 這個你把它看作一個函數的話 這個是不管 x 是什麼 都應該等於它 這個大家應該知道 現在是不對的吧 對不對 因為有一個點不相同 這邊 x 等於 1 的時候 沒有定義 這邊 x 等於 1 的時候 是有直的 而這兩個地方 也不相等 因為 這個 3 是怎麼來的 是 x 等於 1 的時候 才會等於 3 它不是永遠等於 3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在這個地方 大家應該習慣的 把你自己想的東西寫清楚 我要的不是最後那個答案 所以 明天大家會 拿到第一次小考的考卷 你會覺得你的分數 可能比你預期的要少 也許 我不知道 他們現在還沒給我看考卷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改 那就表示說你寫的東西 像這種 嚴格說起來都是錯的 這樣懂我意思 如果你有一個錯誤的理由 得到正確的答案 這是不會有分數的 這是這本課的要求 OK 它是一個大學 它是一個大一的課 OK 我會要求的是 你應該把你 能做的事情 你要表達的東西 表達清楚 寫清楚 所以同樣的 如果大家要放文件 在你的學習歷程裡頭 請你要表達清楚 OK 否則我沒有辦法 read your mind 我不知道 你腦子在想什麼 我只能從你 教出來的東西 去看到 你做了哪些事 然後我如果看到 你所有做的東西 看起來每一道式子 都是錯的 那這樣子 事實上 我就會覺得 這個程序上 是有問題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大家在寫式子的時候 應該要清楚一點 好 好 那麼昨天 事實上 我們回顧一下 昨天講了什麼東西 我們昨天 談到了 什麼 就是說一個函數 在某一點可為 它實際上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那麼這邊 我們再強調一次 因為我覺得這個概念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F is differentiable at x equal to a 照它的定義是什麼 是這個極限要存在 這個要存在 這個要存在 或者 這兩個極限基本上是等價的 它算出來的值是一樣的 很清楚 這跟剛剛我們擦掉的東西不同 這兩個 當這個極限存在 它都是一個實數 嘛 這兩個數 我說的是 這兩個數是相同的 算清楚 好 那麼 我們昨天談到了 如果這個函數可為 在a點可為的話 你會有哪些性質 會有哪些性質 嗯 F在a點可為 OK 所以表示它會有切線 OK 而且 這個值 我們通常會把它叫做 這個值 按這個值 基本上 我們把它 計成 f' right 好 所以 我們得到的一個結論 這個同學講的說 如果這個函數極限存在 不 在這點可為的話 那麼它一定會有 在 a f那點有切線 而這個 函數 在a點的 微分值 或者它的導數的值 就是 這個切線的協率 好 這是一個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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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有 不同的想法 在a那個點 這個函數是連續的 OK 好 還有沒有其他要補充的 有一個我說非常重要的事 我說這個函數在a點可為的時候 它其實代表的意思是說 在a點附近的值 雞雞乎乎 就是f' plusf' 乘上 x-a 它有一個很好的 一次逼近 就是說如果你從圖形來看的話 這個函數在 a f那個點附近的圖形 如果你看的 看的這個圖紙 畫在非常靠近 a f這個點的話 它應該非常靠近 非常像那條直線 OK 它的行為非常像直線 這是它最重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OK 所以如果我們要把它寫得更清楚一點 事實上 我可以這樣講 這個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差不多差不多 所以在這邊我事實上 是可以把它寫清楚一點 我來注意看 f of x 減掉f of a 這是實際上這兩個 f of x 和 f of a 的差 通常我們會把這個東西叫做delta y 是它真正delta means difference OK 就是f of x 和 f of a 之間的差 這是真正的差 OK 那麼這個差大約是多少 我們是用這個東西來估計 你們課本上用的differential的符號 它會是用dy來表示 事實上我不是很喜歡這個符號 OK 所以我大概不會用 我只是解釋一下你們課本上面的符號 所以這個delta y 照這邊來講 它差不多差不多是這個項 所以你的delta y 差不多是 f of a 乘上 x 減 a 是什麼 x 減 a 我把它記成交叉 x 就是 x 的變化 OK x 變了多少 我要看的是它 y 變了多少 對不對 所以是 f of a 乘上 delta x 加上它會有誤差 對不對 它會有一個誤差 這個誤差項有多大 我們應該來算一下 OK 所以這邊事實上就告訴我說 這個誤差呢 其實是這邊我的值 f of x 減掉 f of a 再減掉這個項 f of a delta x 可是這邊我要讓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固定 a 而言 你的 x 如果是變動的話 所以這邊這個誤差 當然也會隨著你的點 x 來變動 這個合理嘛 你把那個 x 的點 跟 a 的 a 的點我把它固定 這是 a 這是我的 a f of a OK 我如果考慮旁邊一個點 這個是真正的函數值 f of x OK 那麼 我用的是 這個值來做估計 這個值是什麼 我利用它的切線方程式 切線函數 這是它的切線 這個值 這個值是我的 f of a plus f of a 乘上 x 減掉 a 乘上 x 減掉 a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是什麼 這個是我的誤差 好 好 那麼這個東西 會有多大 我們昨天其實在這邊做一個計算 OK 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如果不記得 我們這邊再把它算一次 是 因為我知道這個極限 存在 我昨天也提過了 有些時候 你在做微分的計算的時候 你應該用我們學過的這些 rule 目前我們學過 sum rule scalar multiple rule 然後 product rule 和 quotient rule 四則運算的法則 我們都學過了 所以你可以用四則運算的法則來算 而且我們昨天已經把所有多項式 它應該怎麼算 原本上都交代了 你有 power rule 你知道 x 的 n 次方 它的微分是 n 乘上 x to the n minus 1 你知道 e to the x 它的微分是 e to the x 你知道 sin 的微分是 cos cos 的微分是負的 sin 所以從這裡 你事實上 可以知道 tangent 的微分是 sec 平方 你也可以繼續去算 cotangent 是負的 cosec 平方之類的 I don't know 我記得不是很清楚 but anyway 你只要知道 sin 和 cos 反正 你就是利用 quotient rule 你就可以得到其他的四個 OK 所以這些目前我們都交代完畢 所以有些時候 你是應該要用這些法則來做計算 而不用定義 可是有時候 尤其是 你只要求的是某一個點的導數 某一個點微分的值 那你就應該評估一下 也許你用定義算會比較容易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定義上告訴你說 這個極限就是它的微分值 有些時候 你應該用微分的法則來做計算 去得到這個極限值 有些時候 你可能需要利用這個極限值 來得到這個微分值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完全相等的式子 那麼你應該用哪一方面 哪一個式子來做計算 都完全看你要算的東西是什麼 用哪一個算比較容易 你就應該選擇那個去做計算 OK 所以你必須要了解 這兩個東西是完全一樣的 OK 好 那麼從這個式子 我們會得到 昨天我已經做過計算 我可以把f' 移向到這邊來通分 所以我會得到 f' 減掉f' 減掉f' 乘上x-a 除上x-a 這要等於0 這要等於0 OK 看到了嗎 這個就是我要的這一塊 這就是我要的這邊的這一塊 或者我把它寫成大寫的 跟你們的書上一致一點 這個東西有什麼樣的性質 它告訴我 e to the x 除上x-a之後 還會等於0 所以 事實上我可以把這個式子寫成 某一個epsilon of x 小的epsilon 乘上delta x OK 就是說直觀上沒有問題 它基本上 這個東西假設它叫 epsilon x 然後在0點的值你把它定成0 沒有什麼關係嘛 所以它就會是 它可以寫成 這個epsilon x 乘上x-a 而這個epsilon x呢 會趨均於0 當x趨均於0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如果你用這個differential 你用這個linear approximation 去逼近你的函數的時候 你算出來這個誤差 會是長什麼樣子 會是一個非常小的數 再乘上input這個量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 這邊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 f of x 會等於 f a 加上f plumb of a 乘上x-a 加上epsilon of x 乘上 當x減掉a 其中 這個epsilon of x 會趨均於0 當x趨均於a的時候 這邊不是0 這邊是a 可以 可以理解嗎 所以 你的函數 差不多 差不多是一個 一次的函數 加上一個 很微小的誤差 這個誤差有多小 它事實上呢 是 它的input這個量 還要乘上一個 非常小的數 OK 這個數 為什麼我說它非常小的數 是 當x靠近a的時候 你這個數呢 這個函數會趨均於0 OK Alright 這個定義 在現在 大家可能還沒有感覺到它的power 可是在 多變數的時候 這就變得非常的重要 OK 好 整個概念 這就是說 什麼叫做一個函數可為 就表示說 這個函數 在你要觀察的那個點附近 幾乎是一個一次的 OK 好 所以 昨天我們在看四則法則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用了一個比較直觀的概念 就是說 你先去看 如果它是一次式的時候 它會不會對 那事實上 我們昨天做的計算 其實就是去算前面這個部分 那後面因為是很小 反正它都會 越成越小 那麼前面我們也一直在強調說 如果這個函數可為 locally 它就會看起來非常像直線 OK 所以有同學昨天在問我說 那垂直線的狀況是什麼 OK 好 第一個 如果它可為 它一定存在切線 它的微分值就是它切線的斜率 第二 它如果不可為 有可能切線存在 有可能切線不存在 什麼樣的情況 它如果切線存在的話 一定是垂直的 也就是說 你這個極限算起來的時候 是會爆掉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狀況 什麼樣的時候 函數會不可為 這邊我們給了幾個例子 我們仔細觀察一下 剛剛前面已經講過了 如果這個函數可為 它一定連續 所以不連續的函數一定不可為 可以吧 不連續的函數一定不可為 好 所以第一個不可為的情形 很顯然就是 不連續的狀況 譬如說這樣子的函數 OK 它的左極限不等於右極限 所以它極限不存在 極限不存在 一定不連續 對吧 這之前我們談過了 好這是第一類的 然後第二類的狀況呢 這個極限 OK 我們說這個函數可為 的意思說這個極限要存在 所以 另外一種情形是 這個極限 不存在 可是它不存在的情形是 無限大或負無限大的情形 這就是我們昨天舉的例子 x的三分之一次方 OK 好我們去做一下計算 我們昨天發覺 這個極限會是無限大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函數的圖形 好這個是它的結線 所以當你的這個 另外一個焦點 越來越靠近0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條 這條 結線的斜率其實是 會越來越大的 所以最後 事實上 它會越來越像一條垂直線 OK 如果我從另外一邊去近 其實也是同樣的道理 因為它左右的極限 都是無限大 都會爆掉 而且它都是從正的方向去爆的 OK 那麼這個地方呢 我們來看一下 下面這個圖 我畫了 這個是我的函數圖形 當x在-0.1和0.1之間 y也是在-0.1和0.1之間 它非常像一條垂直線 OK 這種情形 這是函數 在這個點不可為 可是它有切線的狀況 OK 我說它是它的切線 事實上它是 touch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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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ve 貼得非常靠近的 這樣子 我們說它是切線 好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例子 OK x的五分之二次方 我們來看這個例子 跟剛剛看起來很像喔 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就很不同 我來看一下 當我在做計算的時候 我計算那個極限當 f 減掉f 減掉 0 除上x減掉0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要處理是 x的五分之三次方分之一 當x去近於0的極限 可是這個函數 x的五分之三次方 當x是正的時候 它是正的 當x是負的時候 它是負的 所以我必須要考慮左右兩邊 所以當x去近於0正的時候 它會是正的 越來越大的數 所以會 所以 0 這個是0負 0負就是x是負的時候 所以它是一個負 可是絕對值非常非常大的數 所以它會趨近於負無限大 而 x去近於0正的時候 它會趨近於五限大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函數圖形 這是它的函數圖形 當然這個就會比較有爭議 你說這叫不叫它的切線 我們會說不叫 為什麼 雖然我們這樣看起來 你看它的結線在走的時候 這是從正的方向走 當然我們也可以從負的方向走 負的方向走 每一條結線 它的結線的斜率都是負的 然後越來越陡 最後 你看起來好像也得到了一條垂直線 可是這個時候 我們仔細看一下 我如果畫 這個函數的圖形 非常靠近00點的時候 事實上 它不是一條直線的狀況 它其實是 兩條直線折起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圖 在x00點的 在00點的時候 它的確是像一條垂直線 這個地方我特別把它畫開一點 因為你如果看這個部分的話 會以為它好像是一條垂直線 事實上它不是 它是 兩條線是折在一起的 它不是一個直線的狀況 這種情形 它是一個極限 它是一個沒有切線的情形 因為剛剛那條 我們就不稱為它的切線 這個切線我們怎麼判斷 它是不是它切線 我們要的東西事實上 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事情 那個切線 對於這個函數來講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 first order approximation OK Alright 好 那麼 所以我們看到兩種情形 這兩種情形有一種是什麼 它的這個極限的部分 第一種這個開開的部分 事實上如果你算它 這個極限 它的左邊的極限 和右邊的極限 都存在 可是不相等 OK 所以它連不起來 OK 或者是它可能連得起來 可是它是這樣敲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第一類的狀況 我現在去看 因為它的極限存在的意思是 表示這個極限要存在 極限存在的時候 當然它的左極限要等於右極限 那如果極限不存在的話 它有幾種狀況 一個是左極限存在 右極限也存在 可是不相等的狀況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一種情形 我剛剛畫了一種 它有可能是這樣 錯開的 第二種情形 所以這一種大家要注意 它有可能這兩條直線的斜率 是一模一樣 可是它不連續 它不連續就不可為 OK 好 所以第二個呢 是 這樣子的狀況 你從左邊去算 那個極限的時候 它應該是這條線的斜率 從右邊去算的時候 是這條線的斜率 這兩條線的斜率顯然不相同 這也是一個不可為的狀況 它是左 這個極限的左極限和右極限都存在 可是不相等的情形 那當然第三種情形呢 就是它左右極限都不存在的狀況 我們下面可以看一下 OK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左邊跟右邊 左極限 右極限都存在 可是不相等的情形 這是x的絕對值大家都知道 x絕對值的函數 不管你畫得多靠近00點 它永遠長得一模一樣 它永遠有一個尖點 它絕對不會像一條直線 OK 這大家可以看得清楚嗎 好 所以第三個是 這兩個都不存在的情形 它的例子是什麼 x乘上3的x分 x乘上3的pi over x 或x乘上3的x分之一 我說過這個函數大家應該要熟悉 然後它應該是一個好的例子 大家應該要放在腦子裡 第一個 這個函數 我如果現在照上面的定義 f of x 在不等於0的時候 定成x乘上3的pi over x x等於0的地方把它定成0 這個函數連不連續啊 你要判斷可為的時候 第一點你一定先看它連不連續 如果不連續一定不可為 就不必往下玩了 它連不連續 覺得連續的舉手 很少耶 覺得不連續的舉手 沒有人舉手 覺得連續的同學 你為什麼覺得它連續 所以x乘上sin的pi over x 的極限值是0 為什麼它的極限值是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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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用什麼方式去證明 是 ok 知道大家清楚嗎 sin of x 它了不起 是介於1和負1之間 你乘上一個x 它一定是被這個x的東西夾在一起 這個圖 我其實秀過不止一次了 這個例子請大家要熟悉 我們事實上已經看過好多好多次了 是它的函數圖形看到沒 它會上下振動 它會上下振動 一直不斷的 越靠近00的點 它振動的 這個頻率越快 可是 因為它前面成了一個x 它的振幅 越靠近0點的時候 振幅也會越來越小 ok 最後就 死掉了 ok 所以 這個是 連續的函數 可是 它不可為 為什麼不可為 大家直接用定義去算 x乘上sin of x 減掉0 除上x 你就得到sin的pi over x pi over x 我們看過 它也會上下一直振動 上下一直振動 越靠近0點的時候 它的振幅 不改變 因為 都在振幅之間動 可是它的頻率會越來越快 這是極限不存在的狀況 那我們把剛剛x乘上sin of x 這個函數 它在00點的這個圖呢 再把它zoom in去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畫的是x的 x的範圍是-0.1到0.1 你看到沒有 看得更清楚 它很清楚的是被x的絕對值和-x的絕對值 夾在中間 Alright 可是它不斷地在上下 裡頭上下震動 所以它的圖形 你繼續往裡頭收的時候 它還是長這個樣子 看起來沒有改變 OK 只是那個震動你看得更清楚一點 這個函數 在00點的圖形 完全不像直線 這個是很typical 它不可為的狀況 它是一種 它的 它這個 你在做 它的導數計算的時候 這個極限的時候 這個極限的左極限也不存在 右極限也不存在的另外一種狀況 OK 所以我會希望大家 在考慮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們今天等於又做了一個summary 你看你繼續畫 長得還是一模一樣 我這邊當然有一些問題 大家可以去想想看 就是說一個函數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些函數都還不錯 它不可為的點 那一個點 有沒有可能 你可不可以造出一個函數 它不可為的點有三個 可不可以 你覺得你做得到做不到 可不可以 請畫出一個三個點 不可為的函數 畫得出來嗎 對 反正你就畫階梯函數 中間斷掉就可以 那如果要求它這個連續函數 可是有三個不可為的點 你畫得出來嗎 有人已經開始上下 五個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嗎 就多上下走一下 一千個點 無限多個點 到處都不連續 有沒有可能 你說那種東西太 太 太病態了 應該不會發生 錯 如果你要描述 Bronian Emotion 到處都不可為 OK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考慮可為 我們現在看到所有東西 你們高中學到的東西都 非常的nice 都是多向式 OK 大家到處都連續 然後 所有東西都 幸福美滿 OK 可是實際上 我們實際上的現象裡頭 有很多 不是這樣的 OK 所以這東西我們還是值得探討 好 所以這些東西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 都不然 我們都看來 好 很難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